李家超特首拒绝讨论入境检疫会否放宽到所谓零加零 即是会按照实际情况去减少限制 大家一头无水之余 亲中的政商人士就一直在讲好李家超的故事 纷纷表示体谅、受货、支持 代表统治阶层已经有一种共识 就是说特区施政不妨明一套暗一套最重要都是要照顾北京的感受 没错所谓零加三也好所谓零加零也好都是名不负实的措施 因为只要不取消入境之后7日来的3次核酸检测 和7次的快速测试以致进入某些场所的禁令 两个数字再加多个加好所代表的 不外是自欺但又不能欺人的政策 零加三之下10月的访港旅客虽然较9月上升了22% 但只及3年前也就是2019年10月的2.4% 可见离开服尚依然是非常遥远 不过改行零加零的话起码象征香港是有意全面解除过度的防疫措施 也有助重建香港向国际开放的形象 北京和香港当局当然是明白的 否则是不会为吸引外地的旅客打算以特殊的政策 扩阔他们的活动范围 好像是减少皇马的限制等等 一些亲北京的政客也因为这样表示感恩 甚至是直接倒破了政府虽然是靠近 但就不是标榜这个凌家零的政策 这些都是为了固存北京的感受 换言之凌家零是可以实存的 只是不能够是名言 这样香港公共行政就终于买进新理情了 那就是后面对大陆的红线 特区当局大可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轻轻跨过绝不张扬就可以了 当然先要有北京首肯甚至是推动 特首即使是解说得不清不错 也就是拒绝讨论都不重要 自然有一批所谓爱国人士走出来 是画公仔画出场 说出不方便向公众解释一些的苦衷 再表明拥护支持爱大等等 不过明实不一的香港故事 难讲也是难做的 伏常就要恢复开放 是没有中间状态的 没有所谓伴伏常的 如果说是要将香港讲成是伏常 但仍然受到限制 或者受到限制 但就是很自由的 这个信息是很曖昧 很混习 也都显然是比不上其他的国际城市 至于难做 放宽防疫的措施 如果只是限于入境的旅客 是说不通 也都会必定招致香港市民极度的不满 但如果说全港都施行 好像是取消了皇买的限制 或者减少了检疫的次数 将会对防疫依然是 严阵以待的鄰近大陆地区 是带来冲击的 上了政策下有对策 同样是建筑于特区当局 对亚洲篮球总会的激烈反应 篮球赛会 不将愿荣光归香港 当作是中国国歌 在香港对南韩的篮球决赛之前播出 主办机构的解释 是一名初级人员 一个人为的错误所致 并为此道歉 北京对这件事反应很低调 只是表示知识赛会已经道歉 是没有质疑 也没有追究的 反观特区政府就好像如临大敌 除了下令香港篮球总会全面深入调查 当局也要求亚洲篮球总会 是进一步调查事件 并且交代他们需要负什么责任 而同时警方就展开调查事件 是不是已经涉及违反国歌法 而政务司长就更加约见了南韩总令士 重新强烈的不满和抗议 亲北京的政客就更加不客气 表明不接受人为错误这个解释 在没有任何证据之下 行政会议的成员汤家华更加一口咬定 这件事主对不是无心之失 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劉淑仪就更加指事件 是可能触犯到煽动分裂国家罪 是促请警方调查 并要求南韩的警方的协助 再将这个疑犯引到离香港受审 而立法会议员何君尧 就迁怒于篮球员 此具地对播错歌曲是全无反应 因此是要解散球会 以事情界 这些毫无憑据的揣测 竟然出于特区政府 最高决策机构的成员之口 既是有失身份 也不合外加的礼节 是不容许随意攻击别国的政府 而在北京努力拉拢南韩之制 来到收入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 过激的言行 甚至会有损国家的外交利益 不过北京是通通包容这些战狼的言论 也不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战狼言论是过了 但是这些是叫做多了 不是做错了 主旨还是可以容忍的 更加何况这些言论 如果只是一些官方说不出口的心中说 现在就由特区的权贵说出来 这样就一定比网上的五毛更加有份量 这样就有何不合呢 再者 高兴朗的泡河 令人尊敬他 都令人畏惧他 足可警惕市民 切勿以身示法 如果说所谓一国两制的特色 在于两地有所不同 这样上述两个例子就显示 第二次回归之后的新香港 两制是依然存在 只要是出于十分注重北京的观感 特区政府是可以做出 和北京不一样的政策和反应的 但是至于这些政策和反应 在照顾好北京的感受之后 又能不能够照顾到香港人的需要 和符合常识的要求呢 两个例子就正是写在墙上的答案了 我是杜耀明 今次的评论到这里为止 下次再会